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所要画的物体在画面的经营位置 也就是说你想要画的物体如何很好的很合理的安排在画面上 这位同学的两张画就能够把竹子的枝干叶片很合理的安排在画面里边 然后呢又在画面里边提上了字 使得画面显得很完整 如果要是能有一个印章的话 那就更好了 中国画呢 讲究诗 书 画 印为一章 那也就是说在一幅画里边 可以把诗 书法 印章 绘画 都可以融为一体在一幅画面上表达出来 这里边给这位同学提一点点不足 就是在画竹子的枝的时候 要尽量硬朗一些 咱们大家都知道竹子它的枝干是很硬的 那么我们表达它的时候呢 尽量把竹子的枝干不要画得太软 叶片部分呢 画的时候 墨色再稍微饱和一点 也就是说 笔里边先沾水的时候 沾水的时候略微多一点 画水的叶片呢 不会出现更多的非白 使得画面这个竹子的叶片能够更好看 那么什么是非白呢 非白就是 在行笔的过程当中 行笔速度略快了 然后呢 笔里边的墨色 有一些干 水分略微少了一点 我举个例子 同学们看一下 这样的行笔呢 略显得有些快 然后呢 墨色不够饱满 然后笔尖上 在叶片的尖上出现了很多非白 这样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行笔略微慢一些 然后颜色饱和一些 下面我再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总之呢 这位同学画的还是不错的 值得表扬 然后呢 我希望呢 更多的同学能够参与进来 把你们的平时的作业传上来 然后呢 老师及时的给大家点评 如果在平时不是在上课期间 你们也可以随时的把你们的作业发到咱们的群里 然后我会及时的给同学们做一点评 这样的话呢 同学们进步的能够更快 感觉死板是对的 看来你发现了你自己画画的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把你的枝干画得再活一些 太直了 略带一点点弯 但是还要坚挺一些 你的叶片变化也不是很多 让它有长有短 有大有小 方向不同 抚养向背 都让它有变化 这样的话就不死板了 俗话说呀 温固而知心 我们在学习新的画法之前 然后我们还是要来回顾一下 上两次课我们学习的内容 同学们 拿好笔 末 纸 然后呢 先画一下叶片 最基本的画法 然后我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同学们先练习一下 同学们 现在拿出来笔 试着画一下这组叶片 这组叶片呢 是五个叶的叶片 比较常见 另外呢 咱们有新加入群的朋友 你们呢 没有听过前几节课 借此机会 也给没听过课的同学 做一下简单的补课 然后我们顺势给它添上小的细枝干 我们再画一种 画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 它们的方向 粗细 大小 的变化 我们再来画一个四个叶片的画法 顺势 把枝干 带上 画小的枝的时候 至上而下 可以 也可以 由下至上 什么方向都可以 但是要注意的是 画的小枝尽量一笔长 一笔画长 然后 要挺拔一些 不要画的过软 以上几幅画呢 是我给同学们讲构图的时候 给同学们讲的几种构图方式 这个里边呢 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 我们共同来分析一下 我们发现 画中国画里边的竹子的构图很有意思 有的是从下往上涨的 这个一般是嫩枝 有的是从上往下涨的 还有的是从侧面 向另一侧方向 向另一侧方向 或向上 或向下 生出枝 再长出叶 在出枝的方向 位置 我们也会发现 它们也有一定的规律 那么它的规律是这样 有的是从 左边的边线的中间部分 向右上 或右下 出两个指 有的是从 左边的边线 中间偏下一点 向右上出指 有的是从上面的角落 向下出指 有的是从下斜向上出指 讲这些构图的方式 也会给同学们带来 以后创作带来方便 以上我们复习了 上几节课 同学们所学习的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 接着往下讲 讲 竹子和其他物体 搭配 它的组合画法 以及构图形式 下面 下面 同学们看一组图片 以上 我给同学们 发了一组图片 同学们 看这些图片 分析一下 竹子 在 绘画当中 经常 会和哪些物体 搭配 成画呢 大家看到 更多的 好像是石头 我们管它叫做山石 也可以叫做岩石 对 山水 花草 还有什么 树木 以及房屋 都可以 作为 与 竹子 搭配在一个画面里的 物体 那么好了 我们以上 清楚了 竹子 经常和哪些物体 搭配 下面呢 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山石 流水 小草 的画法 同学们 拿一支 比较干净的 笔 没有 墨的 不含墨的笔 先蘸水 后蘸墨 和我 学习一下 山石的画法 是这样做 先蘸水 笔尖上 蘸一点点墨 先蘸水 然后笔尖上 蘸一点点墨 同学们按照我的示范 画一下 中风 侧风 并用 什么是中风呢 就是笔尖 在笔滑的中间运行 笔尖在笔滑的中间运行 叫中风用笔 如果笔尖在笔滑的一侧运行 就叫做侧风 在中国画里边 画山石的时候 讲究的是 十分三面 那也就是说 在画石头的时候 以勾线为主 然后呢 画出来 石头的三个面 一个上面 一个侧面 或者是一个底面 或者是一个 刚才我们进行的这步呢 叫做勾线 勾出石头的轮廓线 然后呢 我们用侧风 来做一下村擦 使石头的体面 关系更加明确 下面看一下我的示范 让石头 然后同学们换一支笔 在这支笔里边 沾浓墨 做一下这个 最石头的丰富的变化 这些点呢 我们称之为点台 点台的作用呢 就是使石头更加丰富 更加有层次感 也就是石头上面的 台浅植物 主要是指这个 那么如何把石头和竹子 搭配在一起呢 下面给同学们做一下示范 同学们 同学们记住的是 画山石的时候 先是用中锋用笔 勾石头的轮廓线 然后用侧锋 做一下村擦 然后再用浓墨 点一下台 这样的石头 这样的石头就画成了 下面我给同学们 在竹子和石头的结合上 给同学们做一下示范 同学们看一下 还是先沾水 然后在笔尖上 沾上一点点浓墨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轮廓的勾法 墨色油浓变淡 我们再画一个层次 然后我们再做一下村擦 擦出了石头的纹理 最后用浓墨点台 点台呢 顾名思义 也叫大圆点 点在石头的边缘 或石头的一侧部位 下面看一下我的示范 大家记住 点台就是大圆点 点的时候呢 要错落有致 疏密 得当 最后我们再切一生字 盖上这 这样一幅国画作品 就完成了 我们以上学习了竹子的画法 以及竹子和其他物体 搭配的画法 下节课开始 我们进行创作练习 希望同学们能够准时收听 也希望同学们 把以前学习过的竹子枝干 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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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下充分的练习 今天的作业是 我给同学们发的一组照片 有树木山石 有树木山石 流水水草 和竹子的搭配的照片 同学们选一道两幅 做练习 做练习 如果 有什么问题 在课后 可以给我发信息 我给同学们 作为解答 也希望同学们 能够多多的练习 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话 如果没有大量的练习 是画不好的 也希望同学们 在上课之前 下次上课之前 把作业 传到咱们群里边 然后 我在课上 给同学们 做一点评 指导 今天的课 就上到这 同学们再见 家长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